2024年元旦后,喜讯不断传来,果敢同盟军更在老街之战中取得全面胜利,令人惊叹,驻守在米县沟和南天门山在内的缅甸老街军分区所有官兵,全部投降。 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爱观历史。 吞吞敏代主席如是重负,露出微笑的面孔,看上去也比较和蔼,虽然曾与四大家族民团一道在老街拼死抵抗同盟军, 但刚上任,就将明学昌一家抓捕一送,尤其这次能食食物,果断率领三天没吃饭的缅军投降,使更多生灵免遭毒炭。 但愿在瓦邦吃饱喝足后即刻回家,别再当米昂来找牙,做一个庶民也行。 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爱观历史。 6名缅甸将军投降 71天艰苦战斗,缅北战役第一阶段取得完全胜利,困手在老街米线沟缅军司令部和南天门要塞缅军已经集体投降。 1月5日,缅军司令吞吞明等6名缅军准将正式走出掩体,向果敢同盟军投降,签署协议缴架枪撤离果敢老街和南天门。 参加投降仪式的缅军有2100多人,还有1600多名军署。 缅军交出大量机枪,突击步枪,手枪,排击炮,无后座力炮,火箭筒和装甲车。 这也是,缅甸军队历史上最大规模集体投降,整整一个旅集部队缴枪投降,果敢同盟军缴获到各类手枪79支,各类步机枪和狙击步枪1964支,摩托车139辆,各类小车120辆,各类卡车42辆等可以装备一个旅的武器装备。 同时,在老街的2000多名电诈民团也集体缴枪投降,有消息称,缅军可以撤离老街,电诈民团一个人都不能走。 2000多名电诈民团都要经过审讯。 对于在过去十多年以来,发生在老街数十个电诈园区内的无数起暴力行为,殴打,伤害,甚至是杀害人命和各种非法犯罪,对这些电诈民团打手进行审讯。 1月5日下午2点,果敢同盟军正式进入南天门,300多名免军交出炮兵阵地,向果敢同盟军投降。 想起在1944年,抗战时期南天门松山大战,中国远征军第20级团军渡过渡江发动大反攻,在南天门松山大战当中全歼日军,在战斗当中。 一个名叫张全胜的娃娃兵,在松山战役中被日军俘虏,面对死亡的威胁,他震聋发聩地回答,我已经死了,可中国永存。 这就是远征军的泄信和气魄,南天门战斗,打响了远征军大反攻的第一枪,也是打通中缅公路第一枪。 在2015年,南天门大战,缅军出动两个士兵力,数十门榴弹炮加农炮,十多架战机和武装直升机围攻南天门,果敢同盟军对该缅军的猛烈炮火和强大兵力,决定奋起反抗,誓死守卫这片土地。 经过激烈战斗,最终残余的果敢同盟军士兵,退到国境线附近。 伊托栏杆和戒杯进行了最后的战斗,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,感到结局令人扼腕叹息。 而在2024年1月5日,汉人组成的果敢同盟军再一次杀回南天门,收复南天门,南天门缅军已经集体搅枪投降。 在71天的战斗当中,果敢同盟军从一个36平方公里的红岩湘出发,一连解放了蒙古,果敢两线,以及解放了木邦,贵盖两线大部分地区,同时解放了护板市。 果敢同盟军取得了比预期当中大得多的胜利,在71天战斗当中,5000名果敢同盟军杀出深山。 在战斗当中,歼灭和俘虏缅军与电炸民团超过7000-8000多人,俘虏将军近10名,缴获可以装备四个旅的武器装备。 经过战斗和谈判,在2023年,有超过41000名电炸人员被遣返回国,这一场反电炸战役,已经取得第一阶段的全面胜利。 71天战役有多少关键战斗? 这一战最早爆发在10月27日,果敢同盟军,德昂民族军和若开军15000人联合行动,果敢同盟军5000多人首先杀出丛林,从红岩香秘密出发。 在战争第一天,就切断老街周围多条关键道路,打掉缅军多个检查战,最关键是,在战斗第一天,果敢同盟军突击对百里骑袭,一举夺清水和天险。 随后,果敢同盟军连续战斗夺取滚弄要塞,这样,果敢同盟军就彻底控制了关键大桥,从此切断了缅军从陆地大规模增援老街的道路。 在七十年代,彭家生时代,彭家生作为缅工一名汉将,曾经猛攻滚弄42天最终失败,而这一次,果敢同盟军先声夺人,以无人机为主力,六天六夜连续战斗夺取滚弄要塞。 滚弄的丢失,彻底意味着老街已经守不住了,失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 随后,果敢同盟军开始对老街外围地区展开战斗,甚至,在无人机突袭当中,神鬼莫测地炸了缅军一个前线战术指挥部,炸死了缅军第九十九师师长。 从蒙古斩首缅军九十九师师长开始,果敢同盟军正是从外围对老街形成包围,果敢同盟军一边携同德昂军在木杰方向作战,夺取重要边境口岸,一边在蜡树方向展开席尔战。 同时,果敢同盟军主力继续对老街形成压迫性包围。 一层一层推进,打击缅军关键节点,最终在十一月开始,缅军已经被合围在老街米线沟司令部,南天门要塞,大水堂香和老街市区四个据点。 果敢同盟军已经切断老街所有水电和补给来源,数千缅军和家属如同丧家之犬,惊慌失措困手地保。 在战斗的同时,政治攻势也在开始,经过连续谈判,缅甸军政府只有承认失败,缅甸现在是十八路反王战火四起,缅军是一路都无法扑灭。 在老街的缅军再饿几天恐怕,就都要饿死了,在已经走投无路的情况下。 果敢同盟军对缅军开出优厚条件。 最终,老街缅军在1月4日到1月5日开始,陆续开始集体投降。 经过71天战斗,果敢同盟军攻占缅军210个军事基地和据点,若开军攻占缅军144个军事基地和据点, 德安民族解放军攻占缅军69个,占领十余个城镇,缴获一大批轻重武器,大炮和装甲车辆。 老缅吞吞敏准将现身投降,一句老缅带不起,说出了缅军的痛点。 在聊天中,吞吞敏准将用不太标准的中文说,老缅,带不起啊。 缅军吞吞敏准将在老街中占据非常重要的角色,他是受缅昂来所托。 空想老街米线勾司令部,充当老街军政总指挥。 因此,吞吞敏的到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 人们普遍认为他是缅昂来轻信,并在危难之时为以重任,企图历览狂澜,拯救老街。 吞吞敏准将在老街工作压力非常大,他那双大大的熊猫眼被众人所知。 现在投降了感觉一身轻松,眼睛的熊猫眼也变小了,可以回家过年了。 再也不会来这里了。 目前,吞吞敏准将命令当地2000多人的抵抗民团立刻解散,并安排200多辆大卡车送3000多缅军及其家属回缅甸首都。 但被中国通缉的魏老三、刘阿宝等10名电炸首脑至今仍不见踪影。 同盟军已经拿下木解和通商口岸,果敢同盟军和中国将开始正常的贸易往来,并联合打击电炸人员。 之所以选择投降,是因为在南天门及米线沟内的首军内部早就出现了激烈的矛盾。 据点里面的粮食和武器弹药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,而米昂来又支援不了,每次都投一点过来,根本不够用。 因此大多数人已经不愿意打了,都支持投降回家过年,少部分人则支持与同盟军决战到底。 这些人都是米昂来的亲信,在里面充当军官将领。 果敢地区收复了,完成了同盟军的目标。 但是德昂军以及若开军这两位兄弟军的目标实现了吗? 除非缅军也愿意把这块肥肉让出来? 同盟军在彻底控制果敢地区后,主力肯定要一项木解和蜡虚。 目前木解的战事胶着,同盟军主力到了之后,必然发生变化。 夺取木解无疑是同盟军第二阶段任务,控制了木解。 同盟军不仅扩大了地盘,也多拥有了四十多万人口。 就算蜡虚不能攻占,同盟军有了木解和老街。 以后面对缅军的时候,才有足够的底气和实力。 使用前迅速收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进行为明月子